嗨 来 朋友们 我们今天来说个大事 就是供应链 现在整个世界 其实就是一个 由无数供应链组成的 庞大的供应链系统 此时此刻 就是一秒钟 全球至少有1.5亿人 3000万个工厂 一亿吨货物 正在这个供应体系上运转 就这么周而复始 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供应链管理 是现在最好就业的专业之一 你就看历史上 但凡能做到龙头的公司 无一例外 都是供应链管理的高手 你就比如说库克 当年是苹果CEO之前 他就是主管供应链 他有小米 对吧 那就更不用说了 杀手锏就是供应链管理 我相信不少人前一世 可能觉得供应链有什么复杂的 你不就生产完了运输 然后卖掉 不就这么点事吗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 这个供应链 它到底复杂在哪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进化来的 在现在AI爆发的这个时代 它又会何去何存 现代供应链的鼻祖 可以说就是福特 在19世纪 就18几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造车 它是把工人分成一组一组的 然后每一组 都得把整个车生产流程 全都跟起来 这不光是对工人的素质要求特别高 你得是个全材 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劳动力冗余 于是1913年的时候 福特做出了一个 可以说让它载入史册的决定 为当时它那个T型车 构建了一个流水线 它把整辆车的装配 分成了84个独立的步骤 这样每个工人 就只需要负责其中一步 这个流水线的好处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清楚 它直接让福特当时年产量 从1万辆飙升到了100万辆 翻了100倍 要不叫它汽车大王吗 不过要我说 它就应该叫流水线大王 或者供应链大王 好 这产量一上来 新的问题就出现了 虽然这生产效率是大大提高了 但是上游的原材料供应 它跟不上了 你就比如说什么钢铁 轮胎这种 它经常断货 就导致你这这么精密的一个流水线 就只能等着上游的货 这个福特的解决方案 也是非常的简单粗暴 你上游不是跟不上吗 那我就自己造 反正有钱有地 它就把原来分散在各地的零部件厂 比如玻璃厂 轮胎厂 橡胶厂 鸦缸机厂等等 都整合在自己的一块地上 在密歇根建立一个巨大的综合工厂 来保证这些核心零部件 可以随用随到 你看那时候 虽然供应链管理这个词还没出现 但福特可以说 已经自己走出了第一步 就是流水线 加上垂直整合 后来福特它这个标志性的生产模式 就引来了世界各地的老板 都来学习取经 它的每个工厂 几乎都变成了一个景点 而这里头就在1929年的一天 一个35岁的日本人 在参观了底特律工厂之后 大为震撼 坚定了自己要造车的想法 这个人就是丰田习一郎 丰田呢 他本来也想照猫画骨 就直接学福特 但是他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福特当时这个综合工厂 3.6平方公里 玻璃有玻璃的库存 轮胎有轮猜的库存 整车这边还有库存 日本他本来自然资源就缺 一块钢板都恨不得掰两半用 那库存那放着 那就是暴田天物呀 所以对丰田来说 流水线我可以学 但是这个垂直整合 它不太适合我 丰田呢 他就稍微改良了一下 搞了一套叫JIT Just in Time 及时生产的模式 这个模式核心追求是什么 就是零库存 你用的时候我再去产 尽量减少库存 去提高供应链的效率 但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想一个汽车 那么多零部件供应商 丰田他想根据需求 去灵活地交用生产 今天我要50单这个 明天要20单那个 这种又小又急的单 那根本没有人愿意接 丰田他就想到了 一个折中的办法 他把这个零部件供应商 分成两类 对于那些核心零部件的供应商 我就入骨你 你就专门给我丰田 建一条新的生产线 那我都是大股东了 对吧 总得优先照顾我一下 等你有空了 再去接些其他的单 对于那些 没有那么核心的零部件供应商 他就采取一个海王战术 多找几个备胎呗 A没空我就找B B没空我找C 反正所有人都陪我玩 而且他们还能相互竞争 压低价格 丰田这套打法 其实到现在都还挺常见的 苹果就采取的是这个战术 这我们一会儿再说 总之啊 丰田它这个JIT的模式 不一定是最优解 但是你从供应链管理的思想上 它确实是进化 原来福特他注重的就是快 我低头玩命造 生产的越快越好 但到了丰田呢 他就把供应链管理的需求端 也考虑进来 就我不能光低着头造 我还得把头抬起来 看看市场需要什么 然后现在我们分析 公司供应链管理的怎么样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叫做Inventry Turnover 库存周期 就是你生产出来的一个东西 平均多久能卖出去 它其实就是在考虑需求 说到库存 我非常清楚记得 我们大一刚上的第一门必修课 叫经济学原理 当时第一堂课 老师一上来就问我们一个问题 说你们知道为什么餐厅 它要搞特价菜吗 大家可能觉得便宜嘛 促进销量 吸引顾客 这些也都对 但我跟你说 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 这张深入的思考 就是库存管理 你想这个餐厅备菜 从开始买菜 洗菜 切菜 端上桌 其实它就是一个微型的供应链了 而这个餐厅菜单上 它可能几十到上百道菜 作为餐厅就得备着很多新鲜的食材 这就是库存 可是呢 我今天假设推出一道特价菜 我说供报鸡丁半价 那我提前就知道 它肯定卖得好 我就可以准备大量的鸡 大量的花生米 葱 那其他食材我就可以少备一点 所以你看到没有 那餐厅就通过特价菜这一招 就可以把需求引导到供报鸡丁 可以帮助它更好地 去管理自己的库存 那整个餐厅这个供应链的效率 不就上来了 所以你看啊 这个供应链管理 它的本质 其实就是要打通生产端 跟需求端 不管之后 技术 方式 模式再怎么复杂 它归根结底解决的 都是这个生产 到需求之间这个流转的问题 再往后呢 这个技术发展嘛 供应链它也就开始升级了 这也都很主要的第一个进阶 就是自动化 机器干活比人快 这个很好理解 但你知道它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吗 就是一旦出错了 它怎么办 在早期其实是没有一个 非常好的纠错机制 比如罐装饮料的流水线 就一堆传送袋 然后上面一个瓶子 每隔几秒过来一个 然后上面一个喷头 嘶嘶嘶就开始往里滋饮料 但它可能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万一 这个瓶子的时间来错了 就这块没瓶子对吧 但上面那个喷头它不知道 还是傻了吧唧的直接往外滋 那可能弄得哪哪都是 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瓶子 这个错误吧 你听着可能很弱智 但问题就是 你不知道这个流水线 可能会发生什么千奇百怪的错误 所以当时那些饮料厂商 它当时就不得不找人在那盯着 一出现问题 啊 赶紧拉闸 终于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 工业界率先出现了 生产线的控制系统 叫做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这个词大家可以稍微记住一下 在工业供应链里边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缩线 现在几乎所有自动化的流水线 工厂 包括你的什么电梯 写字楼 哪怕游乐场 都遍布着各种各样的PLC 它呢其实相当于工厂里的一个大脑 就它的CPU 你可以提前写好程序 就比如说 你得识别空瓶来了 我再自 对吧 你装多少 装多快 都可以控制 就让流水线可以完全实现的自动化 原来这些机器 可能只会闷着头干 但现在你可以 if怎么怎么样 then怎么怎么样了 80年代开始 包括IBM 沃尔玛 风田 通用 保洁等等 但凡涉及到流水线的公司 都因为这个PLC的普及 自动化效率大压提升 它可以说是 继福特流水线之后 对供应链的一次重塑 现在冠状饮料的产线 已经能做到每秒10到20瓶 而这个PLC领域的大脑吧 可以说是西门子的Symatic 到现在全球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工厂 用的都是西门子的PLC 就是西门子的控制器 工业自动化进化到现在 玩法已经非常化了 有那种工厂里巨型的机械臂 也有那种帮助运输啊 厂内物流的AGV小车 这么说吧 你现在要走进一家那种 数字化和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工厂 机器和设备在那井然有序的自动运转 人呢是越来越少 但是工厂却越来越忙 你比如说啊 西门子在成都生产工业品的数字化工厂 之前啊被世界经济论坛 评为全球首批的灯塔工厂之一 你看他这个18米高的无人仓库啊 五六层楼高啊 他就用机械臂代替人工跟刹车 通过数据指令 可以把原料盒子精确到厘米的 放进那个仓储格子里 像小米啊格力 现在都在搞所谓的黑灯工厂 就不需要开灯 里边全都是各种机器人在忙活 好 在自动化的基础之上啊 这个供应链的可能性 一下就被打开了 我就给大家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苹果 90年代乔布斯离开那几年啊 其实苹果一度陷入危机 产品线特别臃肿 卖的好的产能跟不上 卖的不好的又库存积压 所以在97年乔布斯回来之前 苹果的亏损一度超过了10亿美元 回来之后他就立刻意识到了 苹果当时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供应链管理 于是他就挖来了 供应链管理领域的一员大叫 没错就是Tim Cook 库克有一句名言 说库存是最根本性的邪恶 他来苹果第一件事 就是跟乔布斯一起落地了 丰田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JIT模式 削减库存 砍产品线减少SKU 走那个轻资产的模式 能外包的 这些零部件全都外包给供应商 他也学着丰田那套谈判模式 来跟供应商绑定 但是苹果他又遇到了自己新的问题 电子产品 他的更新迭代周期比汽车要快很多 苹果有这么多的供应商 这个信息传递的链路 它就越来越长 也就越来越失真 你比如说产线上有个工人 他发现原料短缺 他就跟主管说说 不好意思啊 这个原料短缺 我可能得晚两天交付 这主管在上报给他的老板的时候呢 他可能想着打点富裕 对吧 就说老板我可能得晚五天 老板可能通知下游组装厂的时候 再打点富裕说我得晚一个礼拜 下游组装厂告苹果 他就说我得晚十天 你看本来就两天的一个小耽误 这个信息传着传着就离了大铺 这种有序信息 它因为链路太长 在供应链里导致的各种问题 其实非常常见 它还有个专业名词 叫做牛鞭效应 你别想歪了 它就好像你手里拿了个鞭子 你这手腕这么一抖 那个鞭子那头可能产生巨量的波动 就用这个来形容信息误差的大 是不是还挺形象的 为了解决这个牛鞭效应的问题 苹果他就投资了一套软件系统 来统筹管理整个供应链上的信息 什么销售预测 渠道库存 包括给供应商发货的信息等等 在这里边全都可以透明化 这套系统就被称作叫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简称叫ERP 也是个缩写 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放心也没那么多就这样 你想有了这套ERP 那库克每天导人一打开电脑 全球所有供应商当天的产量 良品率全都可以一目了然 它可能鼠标就点一点 就可以调整库存资金回笼 就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下 到1999年的时候 苹果的库存周期 从原来超过30天 缩短到了只有两天 有时候快的话 甚至只要15个小时 难怪库克之后呢 当然苹果CEO呢 就这个信息化 你现在可能听着感觉 好空的一个词 不就一堆表吗 听着感觉没什么呢 但我跟你说 它的推进其实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非常庞大的企业 有的企业甚至在推进过程当中 碰了一笔子会 我给你来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就是耐克 90年代的时候 耐克的销量 窜得非常厉害 甩开了它的竞争对手 什么阿迪达斯 瑞布 一大截 于是到99年的时候 他就下定决心 说我要投重金 来升级我的供应链管理系统 他就找了一个叫做 i2的供应链管理公司 花了4亿美元 重金打造了ERP系统 就类似刚刚苹果那个系统 号称之后可以非常准确地 预测到订单的需求 制造周期也可以从9个月 缩短到6个月 反正就是吹得非常的厉害 结果没想到 这个ERP系统的复杂程度 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 你想耐克那货那么多 这个需求预测出来 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 你比如说 当时它有一款鞋 叫做Air Garnet 3 系统就严重高估了 这个鞋的销量 害得耐克囤了一大堆 最后不得不从原来的140美元 降价到90美元清仓处理 而当时耐克另一款鞋 叫Air Jordan 大家都很熟悉了 它这个系统就给人 预测的特别低 就导致产能跟不上 这就好像我这餐馆里 公报鸡定一大盘都做出来了 结果大家全去点麻婆豆腐 那我怎么办 只能被泼特价菜了 总之就是本来是 企业内部的一个更新 结果却导致了 耐克严重的内部瘫痪 据估计损失至少有1亿美元 股价也暴跌了20% 最后耐克愣是花了7年 整整7年 才把这个新的ERP系统 又修修补补补完成上升 我举耐克这个例子 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 这种系统更新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不过像ERP这种的信息管理系统 在供应链里 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大大削弱了 那种复杂供应链的扭边效应 它强调的 就不光是我生产本身的快 而是信息传递的速度 怎么在生产端和需求端之间 可以更快速更通畅地沟通 不过最近可能 又有很多人觉得 这个ERP系统有点过时了 但那就是后话 说到这个信息的反馈跟流转 我跟你说 有一个行业 可以说是把供应链的反馈速度 发挥到了极致 就是快时尚 你看像苹果这种电子产品 它更新迭代再快 也就一年一更新 但是像Zara H&M 这种快时尚它就不一样了 它们为什么能崛起 就是因为它在持续不断地 飞速地上新品 恨不得几天就上百个新品 所以对它们的供应链来说 至关重要的 就是我得知道 哪些品受欢迎 然后我最快速地去量产跟上 就比如说Zara 它在2010年代物联网兴起的时候 它就用了RFID的技术 每个品它都给打个tag 这样就可以实时地追踪 它从生产到库存到流转 到消费者的购买退货 这一整个链路 甚至都不需要有人手工统计 这些信息就全都自动反馈到系统 它知道哪款卖得好 对吧 然后再量产不货 现在好像适应这种就更夸张了 它一天就可能要上上千个新品 它就在Zara的基础之上 又搞出来一套叫做 小单快反的模式 就是它会先在社交媒体上 通过内容去判断说 现在什么流行 什么趋势 然后找设计师 设计巨多新款真的是巨多 但是每一个新款它就找供应商 先就做那么一两百件 就是小单 然后同时它会把这些新款 全都上架到它电商平台上 快速测试用户喜欢什么 达到用户反馈 然后再去量产 就是快反 就这种极致的信息反馈 让市应可以一天就能有上千个新款 也帮助它快速地吸溅全球 当然咱们现在只是从供应链效率的角度 去看快时尚 它极致的快 肯定也会再带来像环保 质量把控等等的一系列问题 你看市应现在为了上市 也在紧络密鼓地想去解决这些问题 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再单独聊聊市应 好 咱们刚刚说了生产端跟需求端之间的各种进阶 生产利益越来越突破 它的反馈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精准 你就感觉已经挺厉害了 我跟你说 随着现在的市场环境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不确定 这个供应链再往后进阶 都有点科幻了 我就举一个现在非常热门的行业 锂电池 新能源行业爆发 大家肯定都肉眼可见 从2019年开始 已经有超过3000亿美元投到电池行业 在电动交通和储能行业的推动下 预计电池到2030年 每年的生产会达到百亿这个量级 在全球范围内 要建200个电池的巨型工厂 Dega Factory 而对于锂电池行业 它不仅仅只是数量的增加 关键是 它的技术和迭代的速度还特别快 你就比如说明德时代的神型系列 它可能一年之内就要迭代四个版本 它对产品迭代效率的要求 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 所以现在一些电池厂商 它会用一个什么办法 就是模拟仿真 把整个研发和制造的过程 全都可视化出来 其实有一点那种工业界 元宇宙的意思 这个数字世界 就相当于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映射 一个双胞胎 所以它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 叫做数字鸾声 Digital Twins 你说这个数字鸾声 听着倒是挺酷炫的 可它实际的用途是什么呢 这供应鸾最讲求的就是实际的结果 讲求效率 它才不care你酷不酷炫 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了 电池行业 它追求的就是一种极致的快 研发也得快 生产也得快 而数字鸾声呢 就可以通过它的模拟仿真的可视化 同时帮助它在研发端和生产端 都能做到这种极致的效率 它就可以提前模拟好 几乎所有的可能 找到一个效率最高 最安全的 最有解 你比如说研发这边 你要是每次都把材料准备好了 再去组装好 数字鸾声的方式 把研发生产的过程 在数字世界里 全都一比一的模拟给可视化 因为像材料的物理 包括一些化学性质 它其实都是可以仿真出来的 你就可以直观地看到 不同材料配比 它这个电解质是怎么流动的 不同步骤之间是怎么优化 工程师他就可以评估 各种配方对电池的性能 老化 安全性等等方面的影响 然后再去优化迭代 这样研发测试的周期 就可以大大加快 其实不光是锂电池 像是汽车 船 这种特别复杂 性能要求高的产品设计 现在很多都在用 数字鸾声的方式辅助 比如说你设计新车的时候 你要给它做 风阻测试 碰撞测试 都可以先在数字世界 测个大概前一阵子 新门子就跟英伟达合作 利用生成CI 做了一个造船的数字鸾声梯 帮一个造船公司 去实时模拟 一个有700万个 离散零不见的船 去做设计和实验 就这个精度和效率 即使放在两年前 都是不敢想 生产端其实也类似 它就可以先在数字世界里 模拟出来这个巨型工厂 甚至于整个供应链的流程 我前两天听了这个TED Talk 他就讲的是 新门子怎么帮这些 锂电池公司去建 GIGA Factory 他们就会先在数字世界里 模拟好 比如说机器摆多少 摆在哪 产线怎么设计 包括你员工出现在哪个位置 全都可以先模拟仿真测试好 然后再去一砖一码地建 这样不光是建的效率 可以更高 关键是你在测试阶段 就可以发现很多风险 把它规避掉 不然你整一个GIGA Factory都建好了 然后发现一堆bug 对吧 你尴不尴尬 除了数字乱生 我再举一个比较前沿的发展方向 就是区块链 你别一听区块链就往比特币上讲 区块链的技术 其实是可以很好的被供应链应用的 你想它又可以完整地储存信息链 又完全不能被篡改 其实是非常适合储存供应链上的信息的 你比如说食品 你要是把那包装袋背后 所有的食材信息 全都放在区块链上 那一旦食品安全出问题 你就很容易一层一层地去溯源 找到问题的源头 你比如说雀巢 联合丽华 沙乐福 现在其实都在尝试 用区块链的方式 去追踪食品的供应链 刚才我们说到的数字乱生 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等的 这些数字化技术 它其实构成了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 也就是一个所谓的工业元宇宙 你发现没有 不管是机器人 区块链 还是元宇宙 这些这两年很热的词 你在C端可能感觉 有一些炒作的嫌疑 但是在B端 从生产端到供应链 你是真的实打实的 能看到一些陆地场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供应链可以说是 人类科技发展的先行者 怎么样 我这话应该放在开头 你看供应链 这一百多年一步一步走来 从流水线加速生产 到开始考虑库存 考虑需求 从自动化到数字化 智能化 追求的其实就是 越来越极致的效率 工人工作的效率 原料厂房利用的效率 信息反馈的效率等等 而最近又在效率的基础之上 越来越重视安全 可持续 总之这段视频 就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对供应链 这个你可能经常听说 但又感觉有点陌生的词 有一个更形象的概念 今天就说到这儿